大家好,我是phdv道,喜欢一个事案粉丝的牌子呀,希望大家能够取多多的关注 那么之前呢,在群里呢,有很多人说呢,应该讲讲MambaOut 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讲MambaOut,这是我们群里的投票最高的一个文章 所以说呢,MambaOut做了些什么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Mamba来做我们这样一个图像的一个任务吗 所以说呢,他呢,就把这个Mamba这个主要内容,就是SSM这个模块呢 从这个里面呢,给扔掉,你看这个,他就是他的模型 他把这个SSM扔掉,只保留了他里面的这个其他的这些部分 比如说这个Convolution呀,这个部分 然后呢,他就去做了一下这个实际的结果 发现呢,VMamba呀,还有MambaOut呢 你看MambaOut的效果呢,就比VMamba要好一些 所以VMamba呢,有可能就是这个Mamba呢,并没有起到一个什么实际上的一个作用 MambaOut呢,把这个Mamba扔掉了之后呢,效果呢,依然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呢,他就是问一个问题,这Mamba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呢 那么呢,他最开始呢,给大家纪念了一下这个科比布莱恩特,对吧 就是,What can I say,MambaOut,就是这个科比呢,在2016年夺冠了之后呢 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当然呢,我不是特别关心体育啊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只能问问XGPT的,OK 那么呢,这就是MambaOut,对吧 他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看他放了一个科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科比这个部分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这个对体育不关心 好,那就问问这个XGPT说MambaOut的什么意思 以及就是科比当时坠机的这样一个描述是怎么样的 那么呢,他就说呢,是已故的这个篮球这个明星,对吧 一个传奇,叫科比布莱恩特 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比赛中最后一场,说了一句话 这是他彻底的就告别篮球场 是2016年4月13号,他退役之前的最后一刻 他呢,在这个场上呢,应该得了很多分数 然后带领了这个洛杉矶的湖人队 战成了这个犹他的爵士队之后呢 就发表了一个演讲 最后呢,就说了一句话,叫做这个MambaOut 对吧,这他自己就是Mamba,因为他呢,这个,我觉得他长的其实也很像Mamba,是吧 所以说呢,他就是像那个毒蛇嘛 所以,而且他的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比赛风格 所以说呢,他就被叫做这个黑面巴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呢,科比呢,是已故的一个篮球的传奇了 那非常不幸的,他在这个2020年1月26号的时候呢 他呢,和他的这个女儿呢,一起乘坐这个直升机 结果呢,这个直升机呢,发生了这个事故,就导致呢,他们就是,就是遗难了 好的,那他那个当天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呢,不太好 对吧,这个遇到了浓雾的天气,这个能见度非常低 所以说呢,整个的就,这个机就击毁人亡了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这个直升机上的9个人呢,全部都遇难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那这个事情之后呢,大家呢,就都很悲痛 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去纪念这件事情 那这篇文章呢,也算是一个纪念的文章吧 好的,那么来说一说Mamba这个,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的 Mamba呢,就是SSM SSM呢,就是我们说说这样的一个状态机的这样一个模型 它呢,就是把自动控制原理之中的这样一个概念的搬过来 然后呢,用这个概念呢,来做了一个新的模型出来 它越来越像自动控制原理之中的一个反馈回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以前我给大家讲过 你可以去看看之前Mamba那个文章是怎么讲的 然后呢,它就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个流 然后这边呢,去做一些选择呀,之类的 然后它呢,又去做一些内存的调整,它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Mamba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工具 很多的文章呢,都在用Mamba 但是Mamba呢,就是你直接就是整个库 然后往里面一掉就可以了 并不是就让你自己去有一个特别深重的一个了解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Mamba这个东西做的什么比较合适呢 它就做一些,比如说预测序列这样的模型呢 它会非常合适 但它做一些,做一些比如说图像任务啊 这些,它可能就不是特别合适 那序列预测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长的一个序列 那么呢,你在预测的时候呢 对吧,就是Mamba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长的序列的一个预测能力 它呢,能够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但它呢,又不想LSTM和RN 它忘了那么快,对吧 Mamba它的这个记忆能力呢,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呢,是通过一个自动控制原理 征用这样一个概念 它效果非常好 它呢,是非常适合去做这样的一个 啊,序列的一个预测 但是呢,做图像的任务呢 它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 OK,那么它虽然说之后提出了 比如说VIM呀 这VGMamba呀,还有VMamba VMamba呢,就是有一点像 这个是VIM的结果 那VMamba呢,它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很像是我们所说的Swin Transomber 我们给大家看看Swin Transomber呢 就是这个样子 那Swin Transomber呢,和我们的VMamba呢 长得就非常的像,是不是 这就是Swin Transomber和VMamba这样一个特点 它呢,就是每一层变得越来越小 它就是在模仿CN嘛 大概就做什么那种 那现在呢,不仅有这个VMamba 对吧,还有什么RiseVMamba 就是你看这个网络一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了 那这个也是个排列组合 怎么排列组合呢 就是说呢,我的以前是VMamba 对吧,然后我现在呢 给它在VM加上一个残叉块 那就是做这么一个网络 那这个都是排列组合 组合出来的 那这个残叉这个 以前呢,有这个Swin Transomber 对吧,还有RiseSwin Transomber 那这个现在也有RiseVMamba 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的方式 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这些模式都排列组合起 然后效果呢,可能会比之前稍微好一点 然后一个文章呢,就这么说出来了 好的,那么呢,我们说的VMamba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呢,第一件事呢 它的速度比较快一点,是吧 它的速度非常快 第二件事呢,它内存价的非常小 所以说呢,当别人的内存都崩了的时候呢 它的内存呢,还能正常运行 这就是Mamba的这样一个优点 那么呢,我们说Mamba呢 它做一个图片序列的时候呢 就缠一些问题 因为呢,我们的Mamba呢 是用来预测一个序列的 那预测一个序列的话呢 它呢,就得把这个图片搞成一个序列 对不对 那这个序列你怎么搞呢 你是这么搞呢 还是这么搞呢 还是说就像一个 就是像公字形的这样去搞呢 它这是,你一个图片 它输入是一张图片 你这个图片它不能给它搞成序列呀 你这个图片 它这个搞成序列的话 有时候就不对了 所以这就是Mamba 有时候它效果的不太好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说 它处理这个图片序列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问题 也许呢,它处理一个 比如Diffusion这样的问题 因为它就是一个序列 就是逐渐加噪音和逐渐取噪音的过程 这个可能还可以 或者说处理一个视频 对吧 因为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序列 这样可能还可以 但处理一个图片呢 它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在行了 好的 那么来看一看 就说呢,我们有Transformer 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RN-like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Mamba 那么Transformer呢 就是把之前过去的每一个状态呢 都给它记住 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都给它记住 那这样的话呢 会导致它这个Memory Bank呢 里面特别大 因为它记得序列躺了以后 它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到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查询结构 它变成特别大 然后呢,它变成特别大的话呢 在GPU中呢 它也没法去有效利用它的这个缓存呀 或者什么东西 它呢,就会导致它特别的慢 那么Mamba呢 它呢,就是一个状态机的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它每一个状态 这样以后呢 就变成这样 一个一个状态进行压缩 那它呢 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它呢,就不需要像之前一样 你看它存了这么多东西 它呢,就只要一直存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状态呢 是可以展开的 它就可以存这么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Mamba 这个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GPT和Mamba这样的东西呢 它就是说呢 我呢,是一个序列 对吧 比如说,我想吃苹果 我出现我的时候呢 它预测下一个词 然后呢 就我下一个词是吃 对吧 然后呢 我下一个词是想 然后呢 再预测下一个词是吃 然后是瓶 然后是果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它们每次都是去预测下一个词 那像Bort和VIT这样的模型呢 就是它意思把所有东西呢 都拿过来 然后呢 直接去做这么一个 做一个这么一个全局的这样一个观察 它呢 就是说每次预测下一个状态 每次预测下一个状态 每次预测下一个状态 就像LSTM 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Mamba这个样子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它呢 也会有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它们这个文章是怎么去做的 它呢 就是去模仿了VMamba 就是我们进来以后呢 首先呢 就是说进来以后呢 就是一层一层的 它像CNN一样 再一次呢 折扮 然后呢 这个通道数呢 变多 大概就做这么一个那种 它呢 和我们之前所说的SvenTransformer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这个模式呢 差不多 你可以去看看我之前讲SvenTransformer的视频 那这些模型呢 我们之前都讲过Mamba呀 还有SvenTransformer VMamba呀 还有我们的VM呀 什么都讲过 各种各样的模型 它呢 就是用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看看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 能不能打败Mamba呢 于是呢 你看Mamba呢 就是用来去做这种序列的模型的 那如果要是我们做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序列状态的 那Mamba呢 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如果要是图片的话呢 结果就不好 我们来看看最后图片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那对一个低分辨的一个图像的 这样一个分辨任务呢 你看呢 这个Mamba 各种各样的Mamba的这样的模型呢 它和这个MambaOut比起来呢 那它的效果呢 就差了一些 你看MambaOut呢 是84.2 它呢 只有83.9 是吧 其实差的没有那么多啊 就差了一点 这边也是这样 对吧 MambaOut呢 就是一个把SSM直接扔掉 然后只有它没有SSM这个部分的 其他的这个模型 它呢 发现的效果呢 还是不错的 是吧 那效果呢 就比Mamba呢 要好一点 所以对于低分辨率的 这样一个图像的分类任务呢 它呢 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呢 它呢 就是Mamba的一个优势呢 就体现不出来了 Mamba就是对一个长的序列 得进行一个分离的这样一个任务嘛 那对一个高分辨率的图像分辨任务呢 它呢 就优势呢 就能够稍微体现一些 这样 那你看它的效果呢 就比这个 我们的这个MambaOut呢 要好一点 那因为呢 就高分辨率这个图像呢 它需要 它就是 它变成一个更像一个序列了嘛 它需要记住更多的东西 那MambaOut呢 它里面只有CN呢 它可能对于全局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记忆呢 就不太好 CN呢 它都是局部的 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局部的 比如说我们讲 说这是一张图片的话 那CN的话 就是把这儿看一下 这儿看一下 这儿看一下 左上角呢 和右下角呢 它就很难建立其关联来 但是MambaOut呢 在Mamba呢 它就能够建立其联系来 所以MambaOut呢 在做这种高分辨率的图像 分辨任务的时候呢 它这个优势呢 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Mamba的这样一个特点 Mamba呢 它就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记忆能力 它的记忆能力的非常长 所以说呢 它呢 就可以把这个图片上的不同的位置呢 给它进行一个关联 进行关联了之后呢 效果就会变得非常好 那Transformer呢 也是这样 对吧 它也能够把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不同的位置呢 进行一个关联 那效果呢 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 好了 那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